那我裡面就是搭一個有蕾絲的粉紅補乳小可愛 所以這個是可以打開一個扣子的 就是你直接打開扣子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做補乳的部分 我旁邊有幫你準備了一件黑色 那為什麼要搭這一件呢 就是因為它的領口這邊有特別做了蕾絲 如果你看沒有蕾絲的話 就會感覺很一般 粉粉來你近一點給大家看 講一般 有沒有這樣子就是很一般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露出來了蕾絲之後 你就可以感覺起來就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多了一點點女人味的造型好嗎 那它也是補乳的部分 它是左右邊兩邊補乳的 而且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我隨便這樣一拉就已經拉出螢幕的寬度了 OK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隨便拉彈性真的都非常好 你可以從產前穿到產後絕對都沒有問題 那我特別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蕾絲 它這個手臂這邊 我真的很怕它很適 但穿起來完全不會不會有感覺 它就是一個造型 而且是一個軟蕾絲的設計